作为杭州人来逛杭州的寺庙 我们是可以办一张庙卡的 如果用庙卡进寺的话应该是免费了吧 对 所以我们现在先去办庙卡 办庙卡的地方就在静慈寺的入口的地方 走 但是进入静慈寺是不走它这个大门的 我们要走它侧门 你好 我们现在办庙卡在哪里 庙卡在里面 在里面是吧 办庙卡 好 谢谢 是在哪里办 师傅 就在这里 就这里是吧 哦 这里是 它办庙卡的地方是要先进静慈寺 然后是在里面办的 你好 我们要办一下那个庙卡 市民卡 现在是只能办在市民卡里面的是吗 对啊 一个是市民卡 一个是单独的RIC寺庙年考都可以 两种方式 如果那个办IC寺庙那个卡的话要收公本费吗 不收 但是要需要本地身份证吗 有的 我们今天来静慈寺寺玩呢 没有直接去买门票 而是办了一张庙卡 因为呢 办庙卡的地方呢 就在它是要从静慈寺的路口进来之后的边上的那个地方才是它的办事点 这呢 也是作为恒州人民的一个福利 庙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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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办的话 办一整年是40块钱 半年的话呢 就是20块钱 7月份以后办都是20块钱 是的 然后我们选择呢 是办这种实体IC卡 实体IC卡只有在静慈寺这个点可以办 如果你是就是在市民卡里开通这个功能的话 那所有的市民卡 办市网点都可以办理的 还是很方便的啊 对 而且办了这张庙卡的话 有8个寺你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就不用买了 杭州主要的寺庙都在了 对 对 对 然后呢 我们也会带大家一一去这些寺庙打卡物 然后除了庙卡呢 杭州还有一个就是公园卡 然后有了公园卡呢 去一些景点 有些是免费 有些是可以有一些优惠 公园卡呢 现在的话就是在支付宝上办就可以了 支付宝 搜索 搜索 生活号 然后有个杭州公园年卡 然后你进去 在上面就可以办了 然后费用的话应该是半年 如果你首次办是30块 如果你是续卡的话是20块钱 对 然后那个的话就是电子卡了 现在已经没有实体卡了 进去刷身份证就可以了 对 或者市民卡 刷市民卡 对啊 你刚刚说身份证 身份证可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